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深入一个充满神秘和艺术的世界谈谈电影业中的翻译、配音和字母。 我是康斯坦丁诺的米格尔,康斯坦丁诺的米格尔,欢迎您访问Prime Group频道,准备好开始一段充满细微差别、美感和大量艰苦工作的迷人旅程吧。 我们从大家都曾注意过的标题开始吧,例如,让我们来谈谈两部法国电影《Le Fabule d'Estaing d'Amélie Poulain》《天使爱魅力》和《尝试班男孩》《Les Choristes》,前者被翻译成英语《Amélie·艾梅力》,后者被翻译成英语《The Choir Boys》《尝试班男孩》,您想过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吗? 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市场营销和当地文化的问题,而这正是发行上非常擅长的方面,因此又是偏名会有所不同。 例如,在摩西哥和西班牙这两个主要的西班牙语市场上,偏名就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在这两个市场上是要偏名更受欢迎。 在墨西哥,Pieguelov保留了原名,一提线影片的精髓,但在西班牙则被翻译成Piegueloco。 在观看一部说着您不懂的语言的电影时,您仍能沉浸其中应归公寓字母的存在,但这并不想听起来那么简单。 试想一下,将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讲浓缩成绩形姿是多么复杂。 想想一下意大利电影《生活多美好》,La vita e bella,这部电影引起艰难的主题而大动人心, 而字幕优势如何传达起信息和情感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创意,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是指托尺之意,创造出新的东西。 例如,西班牙和摩西哥合拍的电影《潘森的迷宫》,Pan's Labyrinth, 得片名翻译成英文是Pan's Labyrinth。 潘是一个长焦焦的神话人物,但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小爱人, 不过他的选词成功抓住了十一,情感和神秘,而不仅仅是字面含义。 那我们就来谈谈本地话的问题,你还记得一部一帮球微笑了的美国电影吗? 在西班牙,它可能是关于足球的,但在日本,它可能是关于象不得。 本地话是一种知识和文化敏感性的微妙平衡。 配音本身就保罗魔像,它不仅要翻译文字, 还要找到与角色相匹配的完美声音, 而这一切都需要经过精心的宣教过程。 想象师十字枉,角色是一样的,但每种语言的声音可能不同。 这需要演员和配音导演运用大量的技巧,激情和合作。 但是,电影翻译中最复杂和最令人凉压的难题之一就是韵律。 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单词和含义,环游节奏、语调,尤其是时间。 想象一下星球大战。 这部电影和所有电影一样,英语和德语的市场完全相同, 但难题就在这里。 德语翻译的字数往往必英语多出10%到20%, 那么,我们如何保持相同的长度呢? 答案在于医院和配音员的紧战记忆, 他们必须调整译文, 时期不仅在意义上,而且在时间上也想温和。 翻译的句子必须医院扳演员的最唇完全温和, 配音的声音必须与美剧对白的长度完全温和。 啊,去吧! 啊,去吧! 你打敲我 你打敲我 你自己做了 尼金 让她走 你打敲我 想像无地埃伦的《无业巴黎》中巴黎的浪漫场景 每个姿,每个停顿,每个小声都必须卡到好处 不能长也不能断 如果太长就会美丽进食 如果太短就感受不到情感 我会跟着你,我会买一杯咖啡 天啊,它开始涂 我没关系,我没关系,我没关系 真的吗? 是的,其实,巴黎的浪漫是最美的 因此,佩音是一门细枝入味的艺术 不仅需要语言技巧 还需要了解语言的节奏和印调 它就像一支精妙的舞蹈 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完美同步 从协助完成同步的专业软件 到翻译和专利所需的人工智能 脊柱蒸发会造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腰部做节奏,音调和情感 始终需要人的红绝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正于人类写作 从而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翻译 好吧,如果您对翻译、创意和本地化领域充满热情 那么您应该知道,进入其中是有极可选的 但您需要学习语言 具备扎实的人文素养 并掌握最新技术 例如,您需要具备使用视听编辑软件的能力 想想看,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你的盟友 而不是敌人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总之,从翻译的事情 滑一道字母的精确记住 再到配音的诠释技巧 我们探索了一个让电影真正全球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将不同文化融为一体 让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感受欢笑和哭泣 但却并吃着相同的情感 如果您喜欢这段屏幕背后的旅程 请订阅频道并电赞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评论和对主题的想法 我是Prime Group的Constantino de Miguel 再见